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好朋友 很开心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 上帝话语的亮光跟饱足 耶利米书48章26到35节 你们要是摩押沉醉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他要在自己所兔之中打滚 又要被人吃笑 摩押啊 你不曾吃笑以色列吗 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 摩押的居民啊 要离开成义住在山崖里 像鸽子在深渊口上大窝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 是极其骄傲 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居心自大 耶和华说 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 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 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 为摩押全地呼喊 人必为吉尔哈列社人叹息 西比马的葡萄树啊 我为你哀哭 甚于雅蟹人哀哭 你的枝子蔓延过海 只长到雅蟹海 那形毁灭的 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所摘的葡萄 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 都被夺取 我使酒榨的酒绝流 无人踹酒欢呼 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 西士本人发的哀声 达到以利亚利 直达到雅萨 从索尔达到荷罗念 直到伊基拉十里十亚 因为凝林的水必然干涸 耶和华说 我必在摩押地 使那在秋潭献祭的 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 都断绝了 从以上的信息 我们看到 上帝透过耶利米宣告 对摩押族 摩押国的审判的宣告 摩押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国度呢 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国度 富足到一个地步 他们常常藐视别人 轻看别人 也轻看以色列国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 很强壮 很富足 然而他们也犯了所有人 所有民族国家 会犯的一个很典型的罪 就是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当自己强胜 强壮的时候 不仅骄傲 也藐视上帝 甚至藐视别人 第48章29节说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 是极其骄傲 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 居心自大 这边一再重复 耶利米说 摩押人是骄傲的 而且极其骄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 他有没有资格骄傲呢 他没有资格骄傲 因为他所得的一切 虽然他有非常好的葡萄园 他有非常好的农作物 他的势力也非常的强盛 然而这都是上帝 所赐予他们的 他们应当要存谦卑的心 来敬畏上帝 当他们以他们自己所得的 所表现的非常的成功 而自满而骄傲的时候 上帝要审判 上帝要管教 磨压人 圣经上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他的愤怒 是虚空的 他夸大的话 一无所成 所以上帝要让骄傲的人 敬畏上帝 因为骄傲的人 继续骄傲 必要遭到大祸患 也会使别人难受 使别人痛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 我们的办公室的当中 在教会当中 在家族的当中 上帝很赐福给我们 我们应当更多的感谢上帝 也知道上帝 格外的祝福了我们 这一个原本 什么都没有 而且是极其软弱的人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 若是我们不晓得 上帝赐福给我们 上帝使我们从贫寒当中 能够长大 能够成熟 让我们在困难当中 能够完成上帝 所托付我们的 很多美好的工作 我们逞着自以为是 自以为了不起 看不起别人的 骄傲的态度 我们也会遭遇到 上帝的审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非常乐意赐福给他的儿女们 然而上帝不要他的儿女 因为得到上帝的祝福 而离弃上帝 忘记上帝 甚至向他的灵色 向他的家人 显出他的傲气 使别人痛苦 使别人伤心 若是我们不悔改 上帝如何审判 骄傲的磨压人 他也会审判我们 我们要快快地回转 来到上帝的面前 将荣耀 将一切的成就 归给上帝 让上帝继续保守我们 有谦卑的心 在凡事上 谦卑地依靠上帝 从耶利敏书46章 开始有六章的很大的篇幅 让我们看见 上帝透过耶利敏先知 对列邦列国 有13个民族国家 宣靠审判的信息 而审判他们的主要的 对付的重点 大部分是 因为这些外邦 这些很强盛的外族 都非常非常的骄傲 特别是今天 我们看到磨压族 磨压人 圣经上说 他们是极其骄傲 他们是至高至傲 并且狂妄 居心自大 这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族 每一个公司 我们所在的团队 每一个国家 要小心的 要谨慎的 不要在上帝 祝福了我们 使我们丰富丰盛 成功得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藐视上帝 忘记上帝 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狂妄 居心自大 以至于 我们远离了上帝 我们远离了 敬畏上帝的心 我们远离了 要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使我们周围的人 可以和我们一同来 分享上帝 所给我们的 祝福的这样一个 彼此相爱的心 若是我们 硬着景象 不悔改 继续逞着骄傲 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我们像 磨压人一样 狂妄 居心自大 自高自傲 我们必会遭遇到 上帝要给我们的 公义的审判跟管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等到 上帝的管教我们 我们才会谦卑 我们现在就知道 其实我们是一个 非常软弱的罪人 我们随时随刻 不依靠上帝 不依靠圣灵 我们就会被罪恶 被魔鬼 撒旦所牵引 以至于犯罪 远离上帝 我们今天能够 在上帝面前 蒙恩 蒙福 蒙上帝所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家庭 让我们的工作 教会能够兴旺 能够兴旺 能够享受福乐 我们深深地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是 上帝 怜悯了我们 恩待了我们 若是我们真是知道 上帝恩待了我们 怜悯了我们 我们哪有什么态度 可以有一个骄傲的心呢 我们岂不是更加以感谢 跟赞美来到上帝的面前 以感恩跟彼此的分享 来到弟兄姐妹 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的 同事的当中 分享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 所给我们的恩待 所给我们的怜悯 为什么上帝要审判 磨压人呢 因为上帝不要磨压人 继续逞着狂傲的心 至高至傲 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 在成功富足的当中 不悔改 逞着骄傲的心 上帝也会管教我们 上帝为什么会管教我们呢 因为我们若是不被上帝管教 继续骄傲 我们至终会伤害自己 我们也会羞辱上帝的名 我们也会伤害别人 现在弟兄姐妹 你看看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多少时候 遇到心高气傲的人 说实在的 他们也实在是让我们很难受 相对的 我们若是在别人的当中 心高气傲 我们也会带给别人很多的伤害 因此求主 今天赐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谦卑的心 将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感谢 归给赐福给我们 使我们长大成熟 使我们丰盛兴旺的上帝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实在是很容易骄傲的人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社会国家 也实在是很容易就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很狂妄 很了不起 主啊 若是我们有骄傲的态度 骄傲的心思跟气息 求你现在就来管教我们 以至于我们可以远离 骄傲的生命的缺陷 生命的罪恶 我们可以快快地 回到天父上帝你的面前 得着谦卑的心 继续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跟随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让我们这一生 谦卑地跟随你 自己蒙福 也使我们的家人 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周围的同事 也因着我们依靠你的心 也能够蒙你要给我们的福分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